一群平均年龄74岁的老人 为何对摄影如此痴迷 丢盘还能直接连手机 对 我们都没这么玩过 他们不仅拥有年轻人 都自叹不如的摄影设备 还接受过与摄影相关的 专业知识培训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 为社区居民提供志愿拍照服务 而他们又为社区居民 记录了哪些故事与感动 敬请收看 走遍中国幸福照相馆 讲百姓身边事 看中国新变化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遍中国 我现在是在江苏省南京市 江宁区的外港社区 之前我们通过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平台 收到了热心观众的一条消息 说在这里 有一家幸福照相馆 它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照相馆 有着完全不同的形式和意义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外港社区 外港社区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东山街道 提林秦淮河支流外港河 常住社区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 近2000人 自2001年12月成立以来 先后设立了最美西洋 社区一工一家园 幸福照相馆等社会组织为居民服务 今天在社区的活动中心 正在举行一场 由幸福照相馆组织的 拍照和分发照片的活动 阿姨 我刚才看您这是领了照片 这是我们社区活动的时候 我们幸福照相馆的摄影师 来给我们拍的 阿姨 您之前在这照过相吗 照过啊 您是自己拍的还是跟家里 我们是在这里唱过我们拍的 他们给您收费吗 不收费 都是免费拍的 都是免费吃的 拍的怎么样 挺好的 在活动现场 我们见到了几位活跃的老年摄影师 81岁的王公立 便是其中之一 他长期热心于公益事业 在社区成立幸福照相馆后 担任起了照相馆馆长的职务 您拍照拍了多少年了 前年后后大概有20年左右吧 我看您用这设备还挺专业 我这个设备已经是淘汰的设备了 现在我们要学这个手机摄影 也学手机的 学手机摄影 那您之前肯定拍过特别多照片 我拍的不少 那我们哪能看到您这些作品 到我家的去看吧 好 走 咱看看去 在王公立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他的家 在他的家里 我们能见到哪些摄影作品呢 最强上这张片是您拍的吗 是我拍的 拍的那个天鹅飞到这个云层里 那个云层很漂亮 在哪拍的 在烟灯角 微海 这些也是您拍的 都是我拍的 这张好漂亮 这也是您拍的吗 这是09年在这个内蒙 想上万拍的 获得这个神老年摄影社会 组织的 建过60周年的优秀奖 这个我看好漂亮 很情慕慕 81岁高龄的王公立 不仅热爱摄影 拍摄了很多优秀作品 他还擅长使用照片 后期制作软件 这让很多年轻人都自叹不如 好比说我去拿这张照片 先给他复制一张 然后调整他的水线 再给他 这个就更亮了 这个可以安逸点 把这个底下给他 这样成功了 大家可以看阿姨 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照片 解决了 解决了 又变成了一个作品 让我们更惊讶的是 80多岁的老人家 竟然还能熟练使用 各种手机软件制作照片 他还拿起手机 为我们的记者拍起了证件照 可以了 可以了 看 很美吧 可以给他换背景 可以换红的 就变成红的了 还自动就给扣扣了 看到王公立 如此熟练的操作 谁都不会相信 他已是一位 81岁四世同堂的老奶奶 如此痴迷于摄影 他的老伴 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人或者世界上 的社会要有公信 的家庭要有公信 特别是你老人 不能孤独在家里头 我们在家里老了 还要你们来孤独 照顾我们 我们自己能做这种 更好嘛 所以这个事情 我是非常恭喜他 正是因为有了老伴的支持 王公立才心无旁骛地 组建起了幸福照相馆 那您平时出去 还是拿这个相机拍得多 有些大的活动 我们就用相机 一般的就带个手机拍拍就行了 那您都是自己 考虑相机自己一个人去 我们一个团队 有一个团队呢 其实像王公立这样的摄影高手 在幸福照相馆里 并不止一个 这家照相馆 是由平均年龄 高达74岁的六位老人 共同组建 今天他带着我们 来到因为拍照受伤 在家休养的照相馆成员 张苏苏家中 我们也见到了 幸福照相馆的其他成员 胳膊受伤了 那一次到南宁大 去拍那个樱花大道 结果就摔了一跤 然后还想着去拍照 想去拍 就有时候拿手机在门口 拍拍那个花 拍拍小猫这些东西 真的是 六位老人虽然已退休在家 但平时都很忙碌 很难相聚 今天难得聚在一起 看到他们都带着 价值不菲的摄影器材 我们的记者不禁好奇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那么热爱摄影呢 摄影是我健康 是我快乐 是我这个交朋友 交友 通过摄影嘛 也是一个锻炼身体 你要到处跑 这个机子很重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 能防止老年痴呆 我到了大自然界了 我看见上天次女 我们春天的这片 繁华市井的景色的话 我就有一种冲动 不要把它留到我心中 藏在我心里 然后不断地翻开页面 自己心肠 自己陶醉 他们出去拍 我的心头炎炎的 没事 等于养好了身体 咱们接着拍 养好了以后再去 正在这个样子了 阿姨们确实用 他们手中的相机 发现美 留住美 同时也将他们心中的 这种热情感染了周围的人 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快乐 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感动 好了阿姨 那我也给你们拍一张照片 好不好 谢谢 来 我们站到一起 他们这里 三二一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中国60岁以上人口 已高达两亿多人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老年人从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 一生化到对精神生活 以及自身的文化素质 都有了更高的追求 南京市江宁区老年大学 建于1992年 学生以离退休老人为主体 学校现在拥有76个教学班 设有戏剧 书法 国画 摄影等各类课程 很多老年人退休后都在这里学习 幸福照相馆的成员们 不仅在社区里为居民拍照 他们还在老年人大学上摄影课 学习与摄影相关的专业知识 王公立和他的伙伴们 对摄影有这么高的热情 有那么专业的设备 还接受专业的培训 他们的晚年生活真是充实 丰富又让人羡慕 那这个幸福照相馆到底在哪 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又是怎么运行和管理的呢 来到外港社区的公共服务中心 会看到这里有一个专门陈列 幸福照相馆照片的橱窗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 幸福照相馆的发起人 王东勇 你好 你好 我看到上面有一个大标题 是幸福照相馆 那到底什么是幸福照相馆 它在哪呢 和我们之前的那些照相馆 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们这个照相馆没有固定场所 可以在居民的家中拍 也可以在我们社区的 活动中心拍 也可以在广场上 搞一些这个 适应服务的活动场所 那这上面照片都是哪来的 什么样的人能摆在这上面 这照片 这上面的照片呢 都是我们社区的一些 原来只有社区内的好人好事 和谐家庭 老兽星等 对生活充满热情 满载正能量的居民照片 通过评比后 才能被放进幸福照相馆的宣传栏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居民预约登记的地方 那我们具体怎么预约呢 为了更好的服务居民 服务中心有一个预约登记簿 如果居民有拍摄需要 可以在这个本子上进行登记 摄影老师们看到后 依此安排拍照日程 我们接到这个社区 我们幸福照相馆 社区居民登记拍照日期后 游王公立联系照相馆人员 为居民上门拍照 那这个后面的冲洗 冲洗由社区 社区冲洗好了 免费在给那些拍照片的家庭 他们都是义务的 为我们的居民服务的 都是义务的 对 都是支援活动 对 为了鼓励幸福照相馆的志愿者 社区为他们开设了一本 义工爱心存折 存折可以存储两个内容 一是存志愿服务的时间 在需要的时候 这些时间可以换取其他义工 对应时长的志愿服务 二是存和志愿服务时间 对应的虚拟爱心币 爱心币可以换取物品 比如讲一些小遗伞 吃茶的被子之类的 其实这些小礼品 也是我们说其他的一些 有一些企业家们 或者有一些年轻的人 志愿坚定出来的 原来幸福照相馆 确实与传统照相馆 有着完全不同的形式 这个照相馆建立的原因 也很特别 源于社区志愿者座谈会上 居民的一句话 我是区摄影协会的会员 有什么需要随时喊我们 在社区服务中心的大屏幕上 我们又看到了很多居民的照片 那么除了义务拍照 幸福照相馆 还为社区居民提供哪些服务呢 那我刚刚看您 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 在准备一个什么活动 是吗 对 这个大屏上面 我们展示了很多的 有南京市优秀志愿者 有我们的流动幸福照 还有家庭幸福照 那么我们也想呢 就是在这个 把这些新照片展示出来的同时呢 也想整理一部分 这个以前的照片 就是老照片 然后呢 给它在这个大屏上面 做一个展示 做一个性就对比 正好呢 原来幸福照相馆 不仅只为居民提供拍照服务 还在社区的大屏幕上 搞各式各样的照片展示活动 在王东友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社区居民 李德坤的家中 为他送来了 之前在幸福照相馆 拍摄的照片 那个 送照片 这是上一次给你们拍的 这个幸福照相馆 对对对 拍的照片 你们老父子娘喝饮 这个做得好 非常好看 真漂亮 玩意给你拍的 对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社区 现在在整集 这个姑息老的照片 跟我们现在姓的 这个幸福照相馆 照的照片 想做一个对比 你看你家里面 有没有这个以前 哪怕是20年轻的老照片 是多少年轻的老照片 可不可以给我们 找一些出来 有20几年的都不知 40年轻的大概是 在李德坤的家里 我们能见到 什么样的老照片呢 做一个对比 好 先拿去了 这是有好多阿姨 和叔叔的照片 他们成年时候的 留下的照片 都哪个是您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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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的 都是您拍的 对呀 那您给他们二老 拍了多长时间照片了 我们相视了20多年 也就拍了 20多年 也就拍了这么多时间 那就从您拍照片开始 就一样 对对对对 那这么多照片呢 拍了这么多照片 自从有了电脑 我学会摄影以后 这些照片书的 摆在电脑里 需要的时候 就用右盘 把它导出来嘛 有右盘 有 来 给你看看 您还准备了一个小盒子 对 这里面这么多呢 对 这是 在手机上的小插件 把手机的照片 可以倒到右盘里头 右盘的照片 也可以倒到手机里头 右盘还能直接连手机 对 我们都没这么玩过 这个可比以前方便多了 方便多了 以前连接限期 就不需要了 插好以后 打开我的文件管理 本地要这个 先粘贴 先粘贴 粘贴以后 先选一张 然后复制 复制到 然后再粘贴 粘贴 照片就出来了 就打到手机里了 对对对 在王公立为我们演示时 李德坤也找出了 他的老照片 拿了这么多相册 一张张泛黄的照片 背后又有着 怎样的故事呢 第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 五三年 五三年照的 这张是吗 五三年 那是我们两个 刚刚他 他当兵 当兵 因为还不给他拿 所以这张照片 还是偷偷拍的 偷偷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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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照相机呢 我记得 它是一个不盖在头上 这么大的一个照相机 不盖在头上 他站好了一个 他站旁边 然后他站旁边 赢的 就这样的 对对对 因为我的工作 还是满那个点 本来就是头头摸摸的 不好 请假的 李德坤和陶旭逸 结婚有六十多年 由于特殊的原因 当时两个人 想照一张合影 非常困难 到南京 如果走到中华文 中华文 那个有主门 搬起 有麻痹 麻痹 开启还是麻痹 麻痹 公公鸡 都不得 对 嗯 飞那么大劲 就咔嚓一下 哈哈哈哈 就拍了那么一下 对 所以这个照片很有意义 是的 这样子 我们把这两张照片 拿到我们设计的大片上面 到时候给你翻出来 翻出来 对 给你情侯对比对比 你看一下好不好 好 和现在的照片 好 嗯 我还没公开过呢 对 对 这第一次公开 对 这个照片是没公开过 没公开 嗯 阿姨 那我给您二老拍一张照片 好不好 好 三二一 照片虽然是黑白的 但呈现的 却是李德坤和陶续义 六十年来 一起走过的彩色回忆 一张张黑白的照片 因为有了岁月的沉淀 而显得更加珍贵 相信很多人家中 也珍藏了这样的老照片 它记录着时光 记录着过去 更记录着变迁 那幸福照相馆 除了记录下这些温情的时刻 还能为我们的家庭和社区 带来哪些变化呢 朱尚武是西洋服务社 戏剧沙龙的牵头人 也是幸福照相馆成立后 第一张照片的主人公 你好 孟阿姨 那我们幸福照相馆的第一张照片 为什么选了他们二老 它是我们社区的明星人物 是南京市优秀支援者 但是您拍的是他们二老 对 为什么让他们两个凑到一起拍 要给他把那个失去的 多年没拍的照片 虽然结婚多年 但由于妙秀华的性格比较内向 平常很少陪朱尚武 参加社团活动 基本没有两人的合照 在幸福照相馆成立前 他们唯一的一张合照 还是十多年前拍摄的金婚照 而老伴更多的是和戏剧沙龙里 其他演员的合影 所以老年大学 就为了解决我们老年人 公秀没拍这个就给我们补拍一个金婚照 南京二老从来没有自己拍过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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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拍过这个以后呢 我还就一起想搞戏剧沙龙 拍这个演这个戏的时候是两个人 两个人呢 这是和您一起演出的演员吗 演出的 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生呢 那个时候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就给我们排名了 就到我家排去的 在我家客厅里面 排名是个小孩看到了 回来就告诉他了 来来来来来 爷爷又找了个奶奶 怎么退啊 那您当时怎么想的 我一笑 虽然妙秀华对这件事情一笑而过 但朱少武为了弥补在合影上 对老伴的亏欠 于是在幸福照相馆 提出要为他拍照的时候 他还是一口答应 3月5号 就是我们选举这个幸福照相馆开了 就通知我们去照相 他一定的滚 我们投一个照 我们就在那里 今天还是搞心 阿姨特别开心吧 对 从类型点搞心 那以后有了这个幸福照相馆 您可得多去拍拍 可以可以 其他的演员和同志要给我照的 我觉得警告不跟你们走 为什么呢 又不是隐随 其实这样子也好 照相馆给我们老年人 这么一个平台 可就是解决一些家庭的 不必要的矛盾 阿姨 那您觉得拍完那张照片之后 朱老师对您有什么改变 现在帮忙做家务事了 又洗碗了 干活了 一张张照片 记录着朱少武 在西洋服务社里的点点滴滴 而相隔十多年后的第二张合影 也见证了他们共同度过的 这大半个世纪 我谈对象的时候 跟他两个不认识 没有见面 在没有见面之前 我就给他这张照片 把这张照片给了阿姨 给他了 那么他呢 当时就是我那个朋友 他拿了27张照片来给我 我就一张一张挑 结果我就挑了这一张 27张照片里面选中了阿姨 就选中了他 选中了你 阿姨您是看了这张照片 相中了 对 那这两张照片很有纪念意义 那您二老拿着这张照片 我再给你们拍一张好不好 好 三 二 一 听完幸福照相馆 第一张照片主人公背后的故事 我们对这个照相馆的意义 有了更深的了解 它不仅能记录幸福 还能延续幸福 今天社区居民葛良英的家里 正在进行包青团活动 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幸福照相馆的呢 这就是老年人的冤枉 这也象征着我们的生活 坤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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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蜜蜜 然后你们这么和谐的画面 然后还有阿姨们帮你们拍 就是我们幸福照相馆王老师 我们走到哪 它就跟到了 您觉得有了这个幸福照相馆 咱们这个邻里之间有没有什么变化 哎呀 这个原来我们说了 就是在一起活动完了以后 打个招呼就走了 现在见了面以后 哎呀 都站下来都聊一会儿 互相都非常亲热了 关系清静了 这就当然很有意义的 亲 我们邻里很亲 团团圆圆地在一起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社区搞的活动 我们都非常的支持 这个呢 以前呢 可能邻里之间呢 也有一些小摩登啊 小摩擦 也会有小摩登啊 你比如讲我们葛梁英葛大妈 也是跟宋赵云宋大妈 她的宋大妈的勾心比较强一点 然后葛梁英呢 他们之间就 葛梁英和宋赵云 曾闹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矛盾 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们兵释前嫌 还成为了如此亲密的朋友呢 由于宋赵云 在跳舞活动中 为葛梁英安排了陌生舞伴 而让她产生了抵触情绪 于是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两人都处于相互不理睬的状态 更别提在一起拍照了 巴的嘴那个她就不高兴 她就不这么久 这两张照片呢 是以前包饺子的时候 你看 宋阿姨 真宋阿姨 然后跟葛阿姨在一起呢 照相的时候 两个人都不愿意在一起照 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在后面的活动当中呢 我们就有意识地 引导他们在一起 跟他们协调 把他们调节 我们通过后面的一系列的活动 后来他们俩和好了 这个照片正好也记录了我们的变化 那我现在也在给你们二位再拍一张 好的 来来来 我们再拍一张照片 三 二 一 青团蒸好了 此刻又多了一份意义 它是社区邻里间亲密与团结的象征 更是幸福照相馆对居民的一份关爱 哎呦 好糯呀 对 对 对 嗯 特别的清香 有一点那个爱叶的味儿 而且特别的甜糯 真是我们邻里之间就像这个青团一样 邻里亲 团团圆圆的 生活在这样的小区真的是特别的幸福 嗯 在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到社区居民将部分青团 装进了一个特别的便利盒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小盒子的 这个是他们包好的 送给这个邻居的 有的是这个老人 这个一个人在家的 或者是这个行动不便的 他们就都送上去 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装了 简简单单的那几个青团 却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 邻里之间的这种关怀和温暖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 我们幸福照相馆的拍照约电话 对 他们联系好了 我们就去主动地给他们拍 嗯 在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 正好赶上幸福照相馆 每周一次的大型合影 三 二 一 这些天我在外港社区 也记录了很多的故事 这些可爱的老人 真的是深深地感染了我 打心眼里还真有点舍不得他们 祝福这些老人 也希望所有老人的晚年生活 能够像他们一样 健康充实又快乐 生活中如果我们都能拿起 手中的相机或者手机 记录下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幸福就会永远定格在我们的心中 好了 感谢您收看 这一期的走遍中国 欢迎您通过我们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平台 和我们互动交流 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节目线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